2013年9月4号 口气艺术家大前来到当时位于台北的高老师工作室 询问命理相关事宜 并同意我全程录影记录 就类似里面你当过那种大鸟 大鸟 有老鹰那种 比老鹰更大个鸟 你当过大鸟 我当过大鸟 对 鸟鸟 我真的蛮像鸟爪的 我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身体记忆 是喔 然后这个身体记忆会越来越产生 跟你的饮食业关系 比如说你缺乏那个 你的药的维他命类也会造成症状 喔 听懂 对 所以这个问题有两个 一个就是你的手有所谓的不会熟 然后另外就是你的前世累世记忆会是遗忘的 但是越来越长大 那个前世的记忆好了 就会放 会留在身上 所以你的你的手的部分有点把 那个鸟的记忆带在这边吃 鸟 对 鸟吗 鸟就好大的鸟 鸟 大的鸟 对 不是世界上的 是 听懂吗 鸿龙那种吗 不是世界上 对不是世界上的鸟 是你在那个应该是属于天界的 然后你在上面 天界的鸟群 就是天 这个比较不好懂 应该这样说 我们人 我们人其实在羽众之中 身体的一部分当身体的时候 有人类动物植物 听懂吗 就地球上有 对对 那样也有鸟 那个状态 然后你这个的记忆是鸟的 鸟的记忆没有错 可是你 另外一个空间 对对对对对 你的这个手 刻起来是鸟 然后 为什么你是一只鸟 你是来自记忆上的鸟 所以你说 你工作 工作怎样 工作 我现在刚开始新工作 就是跟那个陪道这个 对 对 那我是适合做这些事情的 我是适合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实在是不是 我喜欢表演 但是我不知道要表演什么 就是 我以前跟我第一次当街头演 跟我儿子好像欸 我想要表演 我不知道要表演什么 然后在家人面前 然后在认识的面前 就好像瞧瞅 就好像很会表演的人 然后上了台就开始 我要怎么表现最好 对 然后太过要求就 没有达到 达到那个效果 他也是这样 我摄影机一开我就关机了 对 他跟我儿子 你既然是天上的鸟 你一定有办法走到电视台了 你一定有你的功课 哦 对不对 要不然是要去教人家 还是要去带别人开心的 你是一个画家 你懂吗 我说最近又开始画图 不知道为什么 你要画啊 就留在画 然后我也想开画展 嗯 很好啊 但是就是没有 然后请你留长头发 嗯 留长头发 对啊 你要留长头发 就留长一点 长一点 对 留长一点 对 然后你有自然安全 对 要长以后要烫字 然后就绑 绑一个 绑一个头发这样子 绑 绑起来 如果你做画家 你要这样你会很有心 知道吗 我有时候想事情想比较浅 哇 不是 因为思绪很乱 现在思绪很容易乱 哦 真的哦 什么时候开始乱 我也想 每一件事情 嗯 有的时候是 我不知道在干嘛 就 好你闭着眼睛 回到时候 闭着眼睛 我帮你做出演 注意力在你的肚子吗 还是注意力在哪里 手啊 哦 哦 为什么你的注意力是在手的 真的哦 好继续说话就好 为什么你觉得手很重要 那你现在感觉在哪里 跟你没有办法专注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很累 所以你要说我很累 我很累 这句话说六遍 我说我很累 很好 重复的目的是我要你去更勇敢的面对你自己 并且你却会去找到关爱 我很累 嗯 什么让你觉得很累 我也不知道 真的哦 所以你在白天或晚上 在哪一个过去 你经历了什么经历 为什么你好累 活动 嗯 活饿 嗯 当时你在室内和室外 经历了什么问题 教室 在教室当中你做什么呢 站着或坐着 写口语 然后你再选抗拳 然后呢 踏着画头 画了一张脸 我就睡觉了 哦 为什么你画那张脸 就喜欢画头 所以 你会画那张脸是因为你喜欢画画 对 嗯 那当下为什么你会想到画那张脸 想到那个画 你哪里想到 同脑心 同脑 为什么你同脑想到那张脸的样子 而要把它画下来 像我是想画头 就画完 画完就那么开心 我觉得自己画得很好 嗯 哪里觉得自己画得很好 心里觉得很好 心里觉得很好 心里觉得画得很好 心里觉得很开心 对不对 对 所以 真的是你很开心吗 很开心 很开心 为什么这样应该是 我爸妈不喜欢画画头 为什么你爸妈不喜欢你画画头 当画家没有学习 所以你爸妈对你限制你有快乐吗 我很不知道 嗯 因为你从来没有去检视过对不对 对 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什么 才很喜欢 学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做自己快乐的事情 是 所以 这辈子啊 你最快乐的事情应该是什么 我开始画头 嗯 你有中断过吗 有 所以 你的 兴趣是画图 快乐是画图 如果不中断的话 在未来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就是说 在那个过去 你在国中 可是你被中断了 改变了未来 所以你现在 不是一个画家 好 你回到那个过去 假设当时 爸妈没有阻扰你 然后让你快乐的自然发展 回到未来的103年 假设你去走那个 爸爸妈妈 没有为你改变的过去 请问你在103年的某一天可以吗 所以当你去到103年的某一天 你在哪里 我在美术馆 哦 是 你在美术馆 做什么 做什么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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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哦 好 那你可以去欣赏你的每一部画吗 那些画的内容 你可以告诉我吗 可以告诉我吗 是 你很快速的看完你的所有画 可以吗 然后看完那些画 你是在103年吧 对不对 请问 现在102年的你 那些画你都完成了吗 没有 哦 所以那里面的话有几幅 是你没完成的 很多 好 所以你再回到你国中的时候 可以吗 写考卷 然后画的那一张脸 趴在那里睡觉的脸 可以吗 我刚刚是让你去经历一个 你如果没有画吗 限制你 你会是一个画家 其实这个催眠技巧里面 你觉得手很重要 你觉得你很累 所以你就跳到了过去 那个过去是在国中写考卷的时候 你又喜欢画图 从那时候 让你开始没有办法完全做自己 所以你的不快乐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为什么要帮你做这个催眠 因为前面我们在 算命智商的时候 你有提到说 很升级 其实你今天有在想要画画 你有想要靠画展 所以我才很劲果的 帮你做这个催眠 那我们先结束这个催眠了 好不好 好 请你呢带着最开心的感觉 回到现在102年 然后张开眼睛 看着前面 请问今天是9月几号 9月4号 礼拜几 3 好 因为你的前世 雷似的前世经验当中 你也当过那种 跨国很有名的画家过 你自己去找 你去找那个画国的印象 如果你找到你的画 你就会很感动 如果你找到你的画 你就会很感动 那你的作品是人呢 然后为什么你进来找 为什么你昨天会去看画家 是其实世界宇宙 是有种连结的 嗯 听懂吗 懂 我昨天看到 反而是这个 那一个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 波娜 这是他自己的图画一下 嗯 我昨天就一直在看他的画 可是我反而没有看电影 哦 没有你跟他可能 曾经是朋友 哦 所以你就觉得 我找到朋友 你懂吗 哦 你看着他是 ZOO 嗯 他不是你的 哦 是朋友 对 你懂吗 他不是你 要我开心一下 为什么 他很厉害 哦 可是他不是你 他说你会爱你吗 所以我们现在找了前世的东西啊 你懂我 你讲的意思吗 嗯 就是你理解了吗 你在催眠里面 你不是找到你写功课 然后翻个纸过去 你就随便画就一个人头了 啊 你的前世 是这个人 你看你的作品都是在画的 你就是他啊 我就是他啊 你就是他啊 他曾经就是你啊 他 我就是他啊 我是Neno啊 听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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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跪下了 但是我昨天我很讨厌他耶 就是我看完就 觉得花什么钱 没有啦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我是他 嗯 啊为什么是他 因为我要 你做催眠的部分 我没有 你懂了吗 看前世经常是我会看嘛 可是催眠我没有去 用我看的告诉你的答案呢 懂吗 所以在你的催眠里面 你找到的答案去连结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做 进行这个催眠 为什么你昨天会去看到你的自己 过去的作品 听懂吗 其实是有缘结的 听懂吗 可是我还是真的 比较在你这一看 你懂吗 懂吗 所以我感觉太吓口了 你弄我 吓口是什么意思 吓口的 他要惊讶 你弄我啊 就画人的 他是外国人吗 他是啊 对啊 你为什么会讨厌你自己啊 我刚刚才我是讲 我就 昨天看我 我做笔记啊 本来标题写黎莫娃 嗯 然后我后来 后面的笔记全部是别人 就是 因为他那个画展就是 他同一时期的位置者 那因为你是黎莫娃 你去当那里 看到你的好朋友 你当时会比较感动 比较有感觉 是啊 对啊 你看到自己当时会有感觉 那就是你这样 对不起 我很会提 为什么 你会确定他是黎莫娃 你凭 嗯 没有啊 就看他的生命部内容 是一个画佛人 我不知道他就叫黎莫娃 听懂吗 那你 嗯 为什么我讲了黎莫娃 你就觉得说 对是黎莫娃 没有啊 所以他在催眠的时候 他去找他的手 他在画图的时候 不是写考鉴吗 然后画过来就画个画人同嘛 然后就睡觉啊 那他的情势里面 他就是画人的一个 一个 我的问题是画人的很多画家 对 为什么就是黎莫娃 因为他昨天去看见了自己的情势啊 嗯 所以 确定不是别的画家 是 因为我现在的疑问就是 为什么 确定就是黎莫娃 还有 所以 黎莫娃你看到的是他的画嘛 你看到的那一张 就是他画的嘛 嗯 那张是我画 那不是吗 是啊 所以黎莫娃你看到 你有看到这张画啊 对啊 这不是黎莫娃的吗 是 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一张画 是啊 但这不是真基啦 对当然 但是你看到的画是 就是这一幅 但是这不是真基啊 对对对 这当然不是真基 这不是你画的啦 就是你画 可是你这样基 这不是真基啦 嗯 听懂吗 你说 呃 应该他有点像 黎莫娃画的 就是当然是复制品 但是 但是这一幅画的原画是黎莫娃 对 他就是画 我拿着摄影机都发抖了 是因为这是我以前的书上会读到的 这个有点尝尝看 凌劳 很高兴认识你 莫娃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啊 文昼 我就是有法文的你好 好 所以你會講話文嗎 沒有是大家都會講 我也會講 是喔 那你去學話文嗎 我學法文文 從來沒想過這件事 喔真的 你有沒有覺得法國很遙遠 不會啊 我可以再問個問題啊 那他為什麼會來台灣 他會來台灣是因為最近一次他去日本 喔 那他在請問為什麼黎諾娃變日本 我那個有點太長遠的解 所以黎諾娃是很久的失敗 19世紀的時候 那他快100年 快100年 100年其實不太久耶 他過世了100年 過世100年 不要一直去問人家的解釋 他現在最重要是健康 對 你健康一定要使人照顧好 不要去找幕後 你不是一個幕後的人 OK 你是一個可以當畫家 也可以做目前的人 不要嗎 你還蠻喜歡母朋友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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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是大千 看過那段影片之後覺得非常神奇啊 因為已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 裡面有一些內容 好像似乎真的是蠻神準的 之後呢 我是有斷斷續續有在畫圖 因為 畫圖本來就是我的興趣 那最近有 比較特別是有 做一個台語文的繪本 叫做 煮酒煮酒 以前有一個 紅蜜油 舊部舊部已經在安博 是講一個台灣親子的故事 就是 小弟的最新的繪畫作品 謝謝 近期都是在做現場表演 偶爾有拍攝廣告 希望大家鎖定我的 粉絲專業大前口技實驗室 最近常常去校園做那個 口技講授 那因為我相信 人人都有口技力 每個人都有聲音的潛能 而且每個人 每個人專長 就最近來推廣 口技這件事情 那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好